博士,那你之前提到Impersonal的观念 那这观念在广修也提到很多次 也就是说修行过程的种种现象、境界或说脚印 其实是Impersonal不是个人的 而整体或说意识海也不会特别倾向个人 那后来有读者写信告诉我们 他说博士带出这个观念 对这个阶段的他非常有帮助 让他不会把这些表面的成就一时的变化 当作是自己的成就来自夸 但是你在维世这本书的后段也提到 一个人对真实的信仰如果大到一个地步 怎么样都动摇不了的时候 那他踏出一步 主或说意识海会踏出十步来欢迎他 来迎接他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都是Impersonal 不会倾向个人 那为什么又要谈我们踏出一步 而主会踏十步来迎接的比喻呢 能不能请博士再多说一些谢谢 我们接下来很快就到农历的新年 所以我今天会特别选这个问题 跟前几个礼拜前选这个为的圣诞节 在讲这个自由一致的问题 这是会强调说 自由 一个人要自由 因为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自由过 真正要自由 自由一致的话 要活出自由一致 这个人是回转 回转到内心 只有回转到内心 跟遗体合一 这时候等于说 它进入一种绝对的 这种层面 这种轨道 那这个自由 才完全不受到制约 它不符合 不受到任何条件 那种自由是 不是人间的自由 所以这种自由 就像我讲爱 平安 喜乐 它不属于这人 它不属于 这个有任何条件 可以制约的 所以任何条件制约 它是一种不合理的快乐 不合理的爱 不合理的平安 也就是不合理的自由 你还记得吗 圣诞节 我还在提 就是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们人间讲的爱 平安 快乐 那种都是符合 有条件的 它是受到制约的 那真正的自由 其实是 不属于这世界 不符合 任何我们可以期待的 那种自由 是随时都有的 谁才会说是不合理 那跟那时候 我留下那些话 圣诞节嘛 我特别选 因为我知道 大家听了讲 我听懂了 可以让那些话 就是很透彻的 可以传过你的这个意思 你的意思海啊 让它沉淀 我知道那些话 会带来喜乐 会带给你安慰 带给你光 充满了希望 尤其是圣诞节嘛 为的庆祝 那今天也一样的 今天我认为 新年马上就到了 所以我 农历的新年嘛 我认为是 这个题目也是 非常 可以讲是相关的 跟我们这几个礼拜 谈的都是相关的 毕竟就像你前面讲的 我竟然讲到了 就是修行 其实是 是让这个生命流 生命的流扫描过去 让它流过去 生命的流 就是 就是真实啊 就是爱的光 真实的光 让它照明过去 而 这种光 这种流 它是 最多只是符合 一个最少阻力的 一个路径 透过最少阻力 最少阻碍的 路径 可以啊 可以流过去 那从我们的角度 最多只是把 任何个人所带的阻碍 一些阻力 把它降到最低 所以我才会用这个 比喻一个空的容器 那又 接下来 你还记得我说 它不倾向任何人的 它是 impersonal 不是属于任何人的 它根本 不是你我 可以啊 决定啊 可以啊 可以期待 可以不做 只要任何角落 众生非众生 有最少阻力 啊 这种最少阻力的路径 也就是 真实的光 是 会想流过去 会自然流过去 它是一种物理的法 不是 到我们个人 想不想啊 我们期待啊 我们 祷告啊 等 那这观念 非常非常重要 那 上个礼拜 也是一样的 我们再讲 讲到这个成熟 这个成熟度 其实跟你 臣服 臣服多少 有直接的关系 嗯 臣服越多 你 其实越成熟 所以那话 讲回来 竟然 就是光 真实的光 嗯 爱的光 慈悲的光 嗯 我都是用 真实 真实 嗯 跟爱 来表达 表达 表达什么 表达这个一体 表达心 表达一切 也就是我们 走到最终 走到最后 想体会到的 想侧侧底底 体会到的 啊 竟然 他不 不倾向任何人 而且最多也只是 从一个最 最少阻碍的 最少阻力的路径 嗯 流过去 那 为什么 我同时 会这么说 过去也这么讲 只要 你有这种信心 你有这种信仰 你他一步 其实 宇宙啊 或是真实 会他识破 来接待你 你说 这样子 这样子讲 是不是有 有矛盾 刚刚好 我们现在 马上去到新年 进入新年 容易的新年 那这样子 嗯 是到底哪一个是 对的 是怎么讲 是他不属于 景象任何人 任何个人 还是说 有 只要一个人 有信仰 到最后 其实 这个宇宙会来 接待你的 他会来 踏一步 这是个 这个 这种比喻 踏踏实步 这个是不是 是正确 还是不正确的 今天是问的 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回答 也是非常简单 所以我今天 也试着用 可以用一个不同 另外一个角度 来补充这一点 因为过去 虽然有提过 因为我认为 他可能帮你 这个 在这个阶段 解答一些 一些问题 我觉得是 嗯 时间到了嘛 刚好你走到这门户 需要有人帮助你 不是推一把 就是拉一把 你还记得 我常常用这个 空的 容器的比喻 来谈 就把我们 当这个比喻来谈 就是我们身心 假如空啊 进化 空 空到最后 变透明了 变透明 但是还是 有这个 小长大 就是还是有一些 习惯 甚至从过去 所带来的 决定我们的个性 我们还是 有一些特色 一些属性 会跟着我们走 那一个人呢 走到最后 他就是空 空到 空到底 甚至就是进化 进化到一个底部 已经几乎是透明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 可以说是一点 阻力啊 阻碍啊 他还是没有把全部过去的业障 把它摆开 毕竟你也没办法完全摆开 因为你活着这世界 比如说你到洗手间 那去洗手间 你用的洗手间 有你个人的过去一个一些卫生的习惯 一些过去要累积的一些方式 你喝一杯水 你怎么喝快慢 就是都是过去累积的 所以你也不可能会空 空到底 你也不需要空到底 那这个答案就很直接了 你晓得为什么 因为这个我们的内心 这个遗体 遗是海啊 这是我也可以称为是全部 可以称为是在 无限大 永恒 这个力量 生命的根 即使他的力量 大到一个地步 他是无限大 又有无限大 怎么可能 我们有资格 把我们有限的 有限的这个一个角落 我们这个肉体 拿一个十点灯 用这种有限的 有局限的一些特色 比如说你长什么样子的 这些特色 跟这种无限大呢 永恒的一个体 根本也没有边 就是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一种 一种体 大到这个地步 根本我们看不到边 有那么大 怎么可能跟他做比较 所以啊 一个人走到最后 他已经 一直往这个空的容器的方向走 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还有主啊 还有主力 其实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宇宙的力量 内心的力量 大到一个地步 他还是会扫描过去 你记得过去 前几个礼拜前 我也这样打开 他会压过去 他会冲过去 他会流过去 你不需要完全 完全解脱了 完全没有 没有剩下什么 完全空掉了 完全空了 他才扫描过去 倒不是这样子 你就是还是有一些 阻力 他还是可以扫描过去 因为他本身的力量太大 你挡不住 就像我这个比喻过去 你还记得吗 我说像水坝一样 水坝慢慢开始破掉 裂开 你用手去挡 你挡都挡不住了 原本挡不住了 这样子啊 解释 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听懂 那是不是这样子讲 是不是一样的 你假如你 他一步 你意思就是说 你的阻力减少了 你把好多过去的习惯 习惯啊 把它做了一些调整 你建立新的习惯 已经好多层面 你都看开了 好多关联 你过去有的 你都摆开了 那宇宙或是一体啊 一是海啊 他十步往你的方向走十步 这种比喻是来表达 他死的力量是远远的 比你的更大 你都挡都挡不住的 所以你空一步 他是往你身边走十步 他不是倾向你哦 不需要是倾向你哦 不是说他多爱护你 不爱护别人哦 是因为你给他了一点空间 你把你的这个阻力啊 稍微降下来一点 你空了一点 他就自然就照明过来了 或者是个流啊 就就划过来了 假设能量用能量能量的流就进来了 就透过你身体啊 或者加上你用个电 电流的这个比喻来谈 他就扫描过去 就帮你烧过去啊 烧过去你还记得我说你到时候你因为你还有阻力 所以你会有一些摩擦 你会跟他会有一些互动 你会留到你的身心一些 一些脚印 然后又再讲脚印 Footprint 或者一些印象 那这些通过这些脚印 或者是印象 我们事后会认为啊 可能自己顿悟了 或是自己啊 有种种的开悟的经验 已经打到棉盘 或是我们认为就这一身 可能体验了 体验了一些 一些突破 可能是别人没有 或是他非常特别的 这一身难忘的 就是透过这些摩擦 透过这些脚印 留到我们脚印 我们会这样认为 那我们会有这些脚印 就是因为还没有完全空调 也不需要完全空调 这宇宙啊 会这样子 就是扫描过去 流过去 我讲宇宙 就是在讲心 在讲这个一体 在讲意识海 在讲这个universal consciousness 整体的意思 one and only one consciousness 只有一个意思 唯一的一个意思 唯一的一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那这样子 其实跟前面的比喻 你踏一步 他走十步进来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那反过来 我用另外一种比喻来谈 像上个礼拜 我们在讲 你的成熟度 其实是跟你的 臣服 臣服多少 有直接的关系 你臣服越多 可以说你的成熟度 灵性的成熟度也高 对不对 上个礼拜 我们还在谈这些 那我们就用臣服好了 一个人完全空掉 或是已经在 我空的 空的容器的方向在走 其实他的 不要说他成熟度 就开始打开 开始比较高 他的 臣服 他的臣服 不光是成熟 他的臣服的多少 也跟得到 几乎就是 完全可以把自己 交出来 跟宇宙合一 跟心啊 跟着一体啊 跟着意识海啊 跟着universal 大我啊 有整个宇宙的 这个意思 他已经合一了 已经并起来了 几面合一了 臣服 其实是这个意思 这个小我 ego 英文讲一下 已经完全浪布 浪出来了 已经跟这个大我 已经合一了 也就是等于说 自己已经空掉了 那一个人 臣服 到最后 完全就是 他内部 是完全是 交出来 你想那时候 是最难 交出来的 你记得 在全部的你也好 尤其在神圣的你 有画一些图画 对不对 一个人好像就到 山顶上 一个好的老师 在最后 一个刹那 最关键是 他帮你推下去 好像表面上是 狠的狠 帮你从山坡 山顶 把帮你 推下来 就是把你啊 完全你 过去啊 还想 还累积一点 安全感 还靠着 扶到一点 安全感 一些人 确定感 Certainty 安全感 就是Safety 你还有一点 好像可以依赖的 把你 车车滴滴 推下去 把那个字 完全取消 让你 非叫你啊 面对 一个 什么 为之 不可之 Unknown 或是英文叫 Unknowable 你本来找一个 你认为在一个 知的一个 一个 一个境界 样样都要知道吗 你看我们追求知识 好多问题 这里嘛 我们每个礼拜六 都在回答问题 其实这些都还属于一个 二元对立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境界 就是我们头脑 要不断地要 把一些问题 表达清楚 要 得到回答 都是还是在一个 知识的 都还是在知 在追求知 那一个人 修行成熟了 都给好的老师也好 或是都给他自己 在沉淀 到最后 他会发现 其实修行 就是走到最后 是接收什么 接收 为之 Unknown 你根本不知道的 那不光不知道 的一部分 为之 其实比之的范围 远远更大 你看我们脸角 Dark Matter 暗的物质 是95%以上 我们所看到 所知道的物质 其实不到5% 这宇宙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还远远更大 不光如此 那不可知 还比 还更大 你不知道的 甚至不可能知道的 还远远 更大 所以知道的部分 不到兆分之一 这当然也只是个比喻 甚至更小都可能 所以一个好的老师 或者你修行到最后 其实就是 把你推到 这个不可知 这个层面 那我过去 在这书里面 用的比喻是 在一个山顶上 把你推下来 狠狠地把你推下来 或是那时候 你就完全沉浮 或是你那时候 你掺 掺通了 掺 透彻 掺到底 一样的意思 但是你还记得吗 你 掉到 好像一个 从山顶上 完全是 free fall 一种自由的 这样子 摔下来 跌下来 那 下面 你 不会让你 没有生命 一只手 上帝的手 你还记得吗 上帝手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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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等等你 来接待你 两只手来接你 跟我现在讲的 你 他一步 上帝他死 不是不是一样的 但是 这个 你他 一步 你他一步 这个 这个比喻 等于说 你要 臣服 你赢掉 臣服 到底 甚至你可以 完全 接受 没有安全感 完全 可以接受 不确定 那 这时候 你 让这个 小我 完全 化解掉了 把它送给 交给 一个 整体 那 那时候 这种 臣服 又 透过这种 大的 彻底的 好像 最后 也没有选择 也不费力了 他已经 不是出一大声 喊 你 臣服 要命 或是 小我 舍不得 那我刚刚好相反 因为你 可能到那时候 成熟到的地步 你知道 就是 臣服到 大我 臣服到 宇宙的 意思 整体的意思 那时候 它是一种 喜乐 是带给你 大的喜乐 只让你 从一个 很小 很小的 一个范围 一个点 一个局限 一个受到 限制的 一个 哪一个角落 可以膨胀 到一个 无限大的 所以你本来 是一个 小小的我 你突然 变成 变成什么 变成 英文叫 Omni Present 无所不在 Omni 无所不知 Omni 无所不能 假如你 已经到这种 无限道的范围 或者永恒的范围 你怎么会担心 会生命 这个 局限 你在这个 三迪啊 在这个宇宙啊 在这个世界的 所累积的 这个生命 会没有 那时候你根本 有没有 你也无所谓 你舒服 你喜乐 你欢喜 你平安 你的慈悲 心大到个地步 都扩大 都来不及了 那时候你不会 再追求 我这条生命 是不是就没有 消失了 那时候已经老早 你已经那时候 又不费力 又没有选择 根本没有选择 这个选择 已经老早 是过去的 那时候你就 大大胆胆的 大方的 就是把自己命 交出来 臣服 是这个意思 那这时候 这时候看 你发现你的世界 就完全改变了 脱胎患苦了 你换了一个人 换了一个壳子 你可能 接下来啊 还有这个小我 还有个影子 但是你发现 它已经 不会干涉你了 不会这小我 在处理事 在上次有些烦恼的事 还是会发生 它会带给你 现在你这个体 你真正这个体 带来任何 刺激 危机 或是任何没有安全感 愤怒 让你萎缩 你根本这是过去的事 虽然还有这个小我 还存在 你还在处理事 其实已经好像 跟你这个整体 不相关了 这样的整体 这个小我 其实它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 不是变成一个工具 嗯 就是一个 一个enjoyment 把你享受的体 你竟然还有这个体 你也可以快快乐乐的 你也可以照顾它 你可以让它有经验可谈 有美的一部分 可以变成很优雅 友善 优美 可以让这个小体 活着全部 我们在讲的 波罗蜜 菩萨道 圣人的境界 Why not 既然它有 这也是可以 让它做这个实验 让它活出来 试试看 也可以变成 它是变成一种享受的 Body of enjoyment 享受的体 充满的喜乐 充满的欢喜 充满的光 希望带给周边 一连串的都是好消息 都是友善的念头 友善的境界 友善的态度 所以 这才是叫做真正的臣服 已经根本没有选择了 只要你还有选择 其实你小我 还在产生作用 到了时候你来都来不及 把这个小我交出来 所以我才会讲 它又不费力 又没有选择 那这就是 就对了 就完全就 符合 我前面的这比喻 以它一步 以作它四步 或是甚至一百步 因为它的力量 大到一个地步 就在等着你啊 等着你我 等着一个 最没有阻力的路径 它可以扫描过去 那 我前面讲说 它其实不是倾向任何人的 但是你还记得 我也打招呼过 那你反过来啊 你也可以讲 假如你 完全没有阻力了 你跟宇宙 跟意识海 跟整体的意识 全部的意识 已经接轨了 已经合并了 连个缝都找不到 都插不进去 那这时候 你反过来 你也可以讲啊 你站到整体了 你已经是站到整体 在看这个世界 在看这个人生 看你的剧本 那 你记得我前面也讲 不是有两个体 对不对 你这个小我 还是会硬做 但是它有一个背景 带着一个背景 在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本身 也属于这个整体 是全部的意思 你带着 站到这个全部意识 在看这个小体 所以没有什么矛盾 那 这时候 你已经 进入这种合一的 根本没有隔阂的 这种 这种 境界可谈的 那这时候 你也可以讲 它 亲密 到个地步 就你啊 跟 整体的意识 跟一体 已经亲密 跟这个one and only one conscious 这个唯一的一个意思 一跟唯一 或者一 而唯一的意思 已经完全亲密 到个地步 根本没有任何隔阂 那 这时候 你站到整体 也没有什么 可以谈一些亲密不亲密 或倾向不倾向 只有你啊 只有真正的你 只有这一体 存在 是真的 所以 整体的意思 它怎么做 都还是 做在自己啊 它从 怎么去延伸 延伸物质 延伸到最后 这物质 本身也是自己啊 那 再怎么去 去谈这个问题 去检查 去观察 讲到最后 用的工具 还是 都是自己啊 都是离不开意识啊 意识在观察 意识 可以这么说 那这么说 你也可以讲说 亲密 再亲密啊 根本 中间没有 没有 没有一个缝 没有什么隔阂 所以前面是讲的 他不倾向 任何人 这其实这些话 也最多只是个比喻 站到整体 只有他 只有一切 一切 也只是他 那你说 倾向 不倾向 这又是人 人 我们人啊 我们人 众生 所用的语言 站到整体 他完全 这些话 不make sense 完全 他没有任何 他不理性 可以这么说 他这样子话 一个人就 讲你懂了 就平安起来了 那今年 就是2024嘛 你看 敢不敢 投入在这个 没有路的路 没有回投入的路 一路走下去 臣服到底 净化到底 用我们所讲的 好多练习 从建立新的习惯 我们也讲到 菩萨道 讲到 波罗密 整个嘛 你回去看 复习 已经都 交给你了 你看 你敢不敢 走下去 我们一起啊 这样走下去 这样子 在年初嘛 我们下这个决心 我相信啊 你接下来 不可能会后悔呢 不光 把你过去的 一些障碍 也都 疗愈了 然后这一生来的 是开给你的 这个创生 一个人生的世界 就是创生 也跟着一起疗愈了 这样子话 全部 可能你过去 所有的矛盾 也就消失了 解答自己了 今天啊 记得 多接触大自然 帮这些话 沉淀 看啊 你可不可以想通 可不可以让它灌通 好 我们一起啊 用这种心情 来 接待下个礼拜吗 容易的心 可以一起啊 我们大家一起来庆祝 我来自然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